屬於綜合性的範例 所以雲端白板你要找的話 請你找到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七個單元 裡面就會有一個萬年例 萬年例裡面就有程式 那你一樣可以把它打開來 就有我剛剛講的 包含就是下拉清單 然後下拉清單的做法 還有就是 用函數取得 剛剛的那四個答案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 用那個什麼 先用e-day 取得下個月 的第一天 然後 再 減掉一天之後的日期 OK 另外的話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E of month 就是end of month 那end of month就根據這一個日期 那豆點零的話 就是指的是我們現在1月份的 1月份的end of month 就是1月份的最後一天是哪一天 那他回來會是一個完整的日期 那一樣喔 就在用date取得 他那個什麼呢 日期 就是只抓年月日的日就好了 所以一樣用個date OK喔 所以這個end of month也可以 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用 剛剛講的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是end of month 這兩個方法也許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就一個數字表格 那數字表格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產生1到7 那下一個的話就是 加7的一倍就8到14 加7的兩倍15到21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答案其實就是 用column跟rall啦 那其實公式 最後 就長這樣 OK喔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應該要 怎麼樣讓他剛剛好 做出我要的 所以喔 以後你只要產生一個數字表格喔 其實都可以用column跟rall 所以column跟rall 還蠻好用的 不是只有7天喔 有時候你可能那個表格 剛好是1到10 然後再來就11到20 有沒有 那21到30 那一樣的方法嘛 反正就是column跟rall的結合 那一個是 產生 這個 1到7 開頭的數字 然後rall的話是決定要加 多少的倍數 OK 所以 其實也可以套個公式啦 那做法的部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喔 請各位 如果要參考的話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第七個單元 你打開裡面就有了 所以剛剛 下拉清單 所以你要先確定下拉清單要不OK 第二個的話呢 這四個問題要不OK 再來就是column跟rall的結合 1到7 然後在7的倍數就8到15 OK 那怎麼做 1 先插入那個什麼 那個 查閱參照裡面的column 按確定 那這邊會顯示1到7啦 可是當然你像一下填碼還是1到7不對 所以我要讓rall 決定他 每一列 所以這邊加上7的幾倍 所以這邊加上7的幾倍 所以7的 那我這邊用自己打rall 小瓜糊 那rall的小瓜糊 他如果現在的儲存格應該回來是3 OK 所以 現在抓的儲存格是第3列 可是問題 我如果假設乘以7的話 如果3乘上7 加上21不對啊 那應該是 我目前所在的這一列 應該是不要加上7的倍數 所以怎麼辦呢 我可以把現在rall 現在在3嘛 所以減掉 3 然後呢記得喔 因為他一定是先乘除 後加減 所以如果你要先 先減 所以記得要小瓜糊一下 跟他講說 你先減掉之後再去乘 那你會發現 rall 現在是3對不對 3減掉3 那回來多少 0嘛 0乘上7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我在目前第3列的時候 是不加上 7的任何倍數 可是喔 如果我今天 我向下填滿了 向下填滿的話呢 他就變成4 那如果4 減掉3的話 等於1嘛 那1乘上7 不就7的1倍 那再向下的話變5 5減掉3 那不就變2 那不就2的2倍 就是7的2倍 那是14 所以特別說公司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 前面是 初始的那個數字 後面是要加上幾倍的概念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我把它打個勾 然後再向右填滿 一樣 一樣是1到7 因為這個地方反正都是第3 3減掉3 一定都0 0增上7還是 還是0 那可是你向下的話 你會發現 8到14有了 再來加 7的2倍 那就15到21 所以一時類推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 1到42的這個數字表格 就可以產生了 OK 這樣的話OK的 好 但是 好像離那個月曆還有一點距離 因為為什麼 因為理論上 應該是要 把這個 1 放到禮拜五的位置 可是問題啦 應該理論上是應該把 放在這邊 那1的話實際上 他的位置目前是在第1 本身的1 第一個位置 可是我要怎麼讓他 讓他放在禮拜五的位置 也就是讓他向右移動 移動 6個位置 那怎麼樣可以剛好 放在他應該放的位置 那這裡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有個方法 就是 把 Column的位置 直接怎麼樣 減掉 減掉多少 減掉他 這一天的位置 OK 然後 記得因為他原來 原來有1 所以你要把它加回去加1 減掉6加1 然後另外還有一點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會向右向 向下 所以記得 在L4的 這個 前後加上前的 按F4 把他鎖起來 不然如果你沒鎖的話 向右向下 這個L4的位置就跑掉了 OK 所以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 向右 再向下 有沒有發現 1月1號的位置 他就會根據 第一天的位置 幫我放到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就是 1月 1號 1月2號 位置 位置對了耶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最後的話 你說老師這個地方 小於1的資料 好像不應該出現嘛 對不對 還有大於多少 大於32的部分 也不 大於31的部分 也不應該出現 所以喔 有兩種資料 不要出現 什麼 那如果假設弄個邏輯的話 邏輯判斷應該什麼 應該是小於1 小於1這些不要 跟大於31 也不要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我們 如果假設要用那個if 邏輯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 兩種 兩種 邏輯 當他為true的時候 那就要把 資料給刪除 那這個公司該怎麼下 再跟各位提示一下喔 這個地方如果說 我需要把小於1給刪掉 跟大於31 大於31剛好 我們剛剛不是有了 也在這邊 那兩個條件都要 只要一個為true的話 就要為true的話 那一定當然要用if 這個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有兩個條件 其中一個為true就為true 那就要用偶而 你不能用and and的話是兩個同時都要為true 才為true 只要其中一個為true 就為true 如果要把資料清掉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丟給他什麼 雙 0號兩個 就是空字串 就可以把資料清掉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所以剛剛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我們剛剛呢 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先跑出一個 1到42的表格 1到42的表格 有沒有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利用column跟r 跑出1到42的表格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呢 因為 第一天的位置在第六個 所以變成他要移動五個位置 因為他本身就有1了嘛 所以我們就減掉6之後再把原來1加回去嘛 OK喔 所以喔 我們要怎麼讓他 1過去 所以就減掉 這個 記得一定要鎖起來f4 因為他等一下會向右下 把原來的1加回去 加1 OK 那這樣的話 打個勾 向右 向下 這樣就OK了 那最後就是說 剛剛講的邏輯 if 如果他是小於1 或者是大於 這個數字的話 那就把他資料給刪掉吧 怎麼做請各位試試看 當然這個邏輯啦 其實公式做出來還蠻長的 其實就這一串 有沒有if 這個中間就是我們剛剛寫的公式 小於1 或者大於l3 那給空字串 反思就給原來一樣的公式結果 不過這很長啦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如果要參考公式啦 你可以再找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第七單元 你可以看到萬年曆 裡面其實也有那個 剛剛 我講的那些 公式的一些相關 細節部分 自己參考一下 這個地方 前面一樣 就函數啦 當然未來你說 老師 可不可以用VBA寫 絕對可以 只是說 還是有點複雜度 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按部就班 反正 既然同學有問 那我們就是再稍微補充一下 OK 只是說啦 因為 每個題目要 徹底講完 恐怕要花很多力氣 很多時間 所以可以 我可能有些地方 帶一下 有些地方 你們回去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練習看看 有問題 可以隨著歡迎 提出來討論 OK 試試看 好嗎 是